两个绝顶杀手正在吃烤鱼秀恩爱 不曾想一群不识趣的武林人士围了上来 巨金帮的司徒帮主不信邪 直接命人对小江和雪宇出手 小江和雪宇被长江十八寨的人打下悬崖 又因为内讧伤上加伤 只能发挥出不到六成的实力 可即便如此 小江和雪宇依旧能够大发神威 打得巨金帮的人节节败退 雪宇一个不慎被人偷袭打伤 小江上前查看雪宇的伤势 刚好被巨金帮抓住机会 用柔韧性极强的鱼网罩主 沦为了巨金帮的俘虏 与此同时 长江十八寨的寨主寒水洛 多次派人进入邪恶林查探 发现邪恶林的瘴气正在减弱 只需要三天的时间 就可以进入邪恶林抓捕明月 更让寒水落欣喜的是 巨金帮抓住了小江和雪宇两人 除掉了他的右翼心腹大患 今天我们巨金帮和长江十八寨 百草门的同道都聚在这儿 我要让你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而你 我宰了你 司徒帮主正要对雪宇出手 却遭到了小江的嘲讽 表示司徒帮主中了天门的清天神水之毒 一个时辰之后 就会全身腐烂而死 听说天门众人牙缝里都藏有清天神水 留在治理我自杀之用 那怎么办 眼见司徒帮主慌乱了起来 寒水落连忙上前安慰 略为小江只不过是在威严耸听 小江没有理会寒水落 反而说出天门门主十分看好巨金帮 只要司徒帮主愿意归顺天门 他们天门愿意帮助巨金帮 扫平长江市八寨和百草门 平分两大势力的地盘 司徒帮主一声令下 巨金帮弟子放开了小江和雪宇 雪宇和小江将绳索当作武器 竟是一招秒杀了寒水落和百草门门主 绝地求生反败为胜 司徒帮主见状连忙跪下 大叫天门万岁 祈求能够得到雪宇两人的谅解 将雪夫妇重新搬回一局 划分两头 一个飞翼人跟在小鱼的身后 对着小鱼发动了袭击 等紫燕见到小鱼 却发现小鱼的样子怪怪的 六神五主丝毫没有搭理她 随后小鱼找到了明月公主 突然出手将明月公主打晕了过去 幸好无忌及时出手阻止 和小鱼激斗在了一起 紫燕和杜乔乔等人听到动静 赶了过来联手将小鱼控制住 长春拿出了两根银针 封住了小鱼的穴道 小鱼这才晕倒了过去 而后长春替小鱼把脉 怀疑小鱼是患了夜游病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梦游 长春也没有办法治疗夜游病 只能让紫燕等人好生召开 让她有时间寻找治疗夜游病的办法 哪知到了第二天夜晚 小鱼再次来到明月的房间 用迷烟迷晕了明月公主 抱着明月公主离开了房间 要将明月公主交给一个黑衣人 不曾想这时长春现身 表示果然不出她的预料 小鱼是中了传说中的催眠术 小鱼在黑衣人的控制下杀向长春 却在靠近长春的地方贪软了下去 黑衣人这才惊呼有迷烟 不错 是无字无锈的迷烟 你能够撑到现在 证明你的功力还算不错 你一定会有机会领教 黑衣人中了长春的算计逃走 小鱼则是被关了起来 整个人如同一只失去理智的猛兽 而即便身为神医的长春 也不知道该如何破解催眠术 关押小鱼也只是无奈之举 时间来到两天后 紫妍看着被关押起来的小鱼心痛万分 大胆地向小鱼表达心意 希望小鱼能够清醒过来 而小鱼听到紫妍的话 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理智 初言向紫妍表白了起来 我听到了 紫妍 你的心意我完全明白 我爱你